为什么我们迷恋恐龙? 本书不科普恐龙 只谈你未曾留意的恐龙文化 任何古生物都没有像恐龙这样 令人类着迷 见所未见的十千巨兽 为何能持续出现在人类文化中千百年? 不同时代里恐龙又被赋予 怎样不同的寓意? 它是真实存在还是幻想大于存在的生物? 作者伯利亚萨克斯是美国作家和教士 从历史发展社会心理等角度 向我们揭示了 恐龙文化的流行原因 已出版20余本书籍 多数探讨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关系 诸有乌鸦、神话动物园等 首先我们来看看恐龙文化的发展历史 恐龙文化的发展历史 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的英国 代表性事件是英国水晶宫的恐龙展览 这一阶段是从恐龙化石的研究开始 塑造了人们对恐龙最初的认知 1824年在英国挖掘出了一种 巨大的肉食性爬行动物化石 这种动物后来被命名为巨齿龙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恐龙化石进行科学描述 1826年学者又发现了一种 伸长超过10米的直食性古生物化石 并将其命名为擒龙 作为恐龙的典型代表 巨齿龙和擒龙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 恐龙文化的发展在1854年迎来了一个高潮 这一年在英国伦敦的水晶宫中 展出了一系列巨大和精美的古生物雕塑群 这组雕像的核心就是两只禽龙和一只巨齿龙 作为世界上第一批恐龙模型 这组雕像大获成功 吸引了数百万人为官 在当时的观众们看来 这些恐龙仿佛是从神话故事中走出来一般 带着一种蛮轰气息极具吸引力 彼时的英国是世界头号强国 英国人的野心不只是征服全球 他们甚至还想征服历史和过去 树立在水晶宫中的恐龙雕像 就是英国人这种征服一切思潮的体现 恐龙文化的第二个阶段 是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期 舞台则转移到了美国 代表性事件是美国新克莱石油公司 修建恐龙乐园 20世纪初美国作为新兴的大国 开始在国际上展露头角 美国西部地区盛产恐龙化石 这成为了当时美国人引以为傲的一种文化符号 美国企业家会以拥有最大的恐龙化石为荣 比如当时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 不惜重金采购了一具 全程将近30米的恐龙化石骨架 对恐龙最为迷恋的富豪当属哈利·辛克莱 他在1916年成立了辛克莱石油公司 这家公司的标志就是一只雷龙 辛克莱选择恐龙作为公司标志 看重的是恐龙具有稳定悠久的特点 辛克莱石油公司在各种宣传中向公众暗示 好的石油需要时间的沉淀 才能得到更高的品质 而辛克莱就宣称自家的石油 从恐龙时代就开始酝酿 辛克莱石油公司对恐龙文化最大的推动 是在1964年的世界博览会上 出资修建了恐龙乐园 为此辛克莱石油公司制作了一系列 巨大的玻璃纤维半自动恐龙模型 其中就包括一只21米长的雷龙 这些模型成为了乐园里最大的亮点 吸引了600万人的参观 在这一阶段中 美国的一些富豪和大公司 将恐龙的形象转变成一种强盛 稳固历史悠久的象征 而随着辛克莱石油公司打造了恐龙乐园 人们与恐龙的关系被迅速拉进 恐龙的形象也逐渐融入了流行文化之中 恐龙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是20世纪后期 代表性是件事电影《侏罗纪公园》的上映 在这一时期随着全球经济快速发展 民众渴望追求刺激 于是诞生了大量以恐龙为主角的冒险类电影 世界各地也兴建了很多恐龙主题的乐园 1993年由导演斯皮尔伯格指导的电影 《侏罗纪公园》正式上映 这部电影在全球范围掀起了一股恐龙狂热 《侏罗纪公园》在票房和口碑上 取得了双重成功 在电影宣传和商业营销的加持下 公众对恐龙的兴趣大大提升 恐龙周边产品的销量大幅度增长 20世纪后期到现在 恐龙已经成为了世界范围内 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恐龙对人类心理的影响 要想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热爱恐龙的原因 还要抓住一个恐龙的重要特性 那就是它们已经灭绝了 首先灭绝的恐龙可以给人类一种掌控感和安全感 恐龙这种凶猛的形象 会激发人类本能中的恐惧 而恐龙已经灭绝的这一特点 又能将这种恐惧无形地化解 从而演变成一种兴奋感 恐龙带给人们这种复杂的心理体验 使得它们具有了极强的吸引力 作为一种已经灭绝的生物 恐龙还会引起人们的怀旧情节 当我们听闻动物灭绝的消息 心中往往充满了遗憾与不舍 恐龙作为曾经的地球霸主 在6500万年前就灭绝了 但它们又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自己的踪迹 当我们目睹恐龙化石和恐龙模型时 会在心中涌起对这些生物的惋惜与留恋之心 恐龙的灭绝还会引发人类更深层次的思考 那就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担忧 关于恐龙的灭绝原因 有陨石撞击火山喷发等多种可能的解释 而如今人类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苦难 疫情战争气候变化等一直困扰着人类 因此我们如此认同恐龙的部分原因 是担心我们自己会成为恐龙 本书庞正博引全彩插图 集结丰富恐龙文化映照人与恐龙的复杂关系 从远古神话到当代主题公园恐龙对人类文化 艺术文学科学等方面造成了深远影响 随着人类对世界认知的进步 恐龙也成为多重寓意的化身 它曾称霸地球 它又灭绝于一旦 它残暴凶猛 它又又是读情深的一面 如果喜欢本频道欢迎订阅 天天为你读好书 感谢观看